各位您就進到我們這個OneNote 我們今天所有資料都會放在這個地方 那您進到這邊之後 您可以選擇就是用標準會員的方式來註冊 可以選擇用這個Google的 Windows、Yahoo但是不太建議各位用Facebook 因為有的設的比較嚴謹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也可以怎麼樣直接用email註冊 都可以 那用這種方式它會寄封真正信給您 你要去收信一下 如果你覺得這樣太麻煩也沒關係 你用訪客就好 滑鼠滑過去這邊 在這裡 會取得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你把這個代碼記下來下次就用相同代碼進入 那麼你的學習紀錄有加入的群組有做的筆記 有閱讀紀錄通通都會在裡面 這是一個翻轉學習平台 那所以你如果用這個也可以 按下去就可以取得 有沒有這樣有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你就可以把它記下來 那如果你不小心忘記了沒有關係 進去之後在右上角這裡 還是一樣看得到 有沒有 在這邊還是有 那 您進來之後可以先在這邊 先把你的個人資訊先打一下 你要用暱稱也可以 好這樣就比較知道是誰 好吧 那您設定好之後呢 請您到這個地方 發現裡面 預設各位進來之後在發現的課程 我們資料在群組裡面 就像班級 所以你進到發現的群組 有沒有看到第一個就是了 這樣了解 點進來 點了 在右手邊 這裡有個加入 這樣你就可以加到我們群組裡面 今天所有的資料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 你把它按一下 進來 進來有沒有 簡報也在這邊 那相關的問卷還有互動擺板 這些都在 那麼我們主要教授會放在任務這裡 任務這邊 還有其他的補充資料都在這裡 你這樣打開就可以看到很多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這個部分就讓各位先 先試看看 您可以先登錄到 OneNote 裡面 來